好,我们来自军事粉砖台湾ADIZ粉砖的消息 有中国大陆的大洋号海侧船和海巡署的桃园舰 东北海域对峙当中 粉砖宣称掌握大陆大洋号海巡桃园舰的海上影像 根据粉砖的消息 中国大陆4000顿级海洋综合调查船大洋号 在2月15号进入了我国东部海域 在东北海域警惕24离临近区南北来回行驶 那来自传讯网的航机图 也可以看见2月16和2月17大陆的大洋号 在东部24离的临近区航机 引起了网友关注粉砖也称 我国的海巡署桃园舰正在监视对方当中 官方则尚未进一步的证实这项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